6月21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2020毕业典礼,是位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以视频方式发表演讲。 谭德塞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最重要的教训是,健康不是奢侈品,而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谭德塞认为,许多国将大量卫生预算花在治疗疾病上,还不是用于在初级卫生保健领域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他呼吁各国对此作出改变。 他讨论是者,因为人生疾病和脾身在外面的医院。 在空派人们在育毛,食物他们饿,水他们喝,他们的房子他们喝,他们的房子,他们的育館, 他们的育餐,他们的育餐,他们的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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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稳,他们的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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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很多国家, 中国人最困难为 COVID-19 这些人是他们没有 access到医生的医生。 重要的优优势, 移民、移民免增长的流氏, 此外 坦德塞也指出 因反思疫情之后 如何推动人类社会恢复常态 他强调 各国应当从疫情中吸取教训 在和平团队的基础上 构建更健康 安全 公平和稳固的世界 tempting us that we't one humanity one humanity we share the same planet the same DNA the same hopes dreams and even fears it's reminding as that none of us are safe until all of us are safe that a healthier world is a safer world